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老轩也没停产 还接着卖呢 所以我觉得新圈印上市了以后 老轩印也没停产 要不然你会输得特别惨 第二款 皇马三系 作为一个F35开了六年多的三系车主 对三系真是非常有好感 全新的第七代代号G20 外观越来越时尚 内饰豪华 配置也更丰富 就连后排都有航空头的认责 真是越来越像舒适型的妥协了 这可能对那些皇马三系的始终本来说不太满意 但是绝对不耽误它大卖 动力方面最走量的低配车型 采用了低工具2.0T开门机 还是184马力 跟现款的320一样 但是它车尾叫325 这种文字游戏真无聊 第三款车型全新速成 其实速成案并不是上海车展才相识的 之前的上市 但是它关注过真的非常的稠 它有三个大特点 第一变得大特点 轴距比现款加上了8B 第二配置变够了 四顶背车型就有全景天窗 四顶背车型 还有前排的座椅加热和通风 同级别车型中很少有这样的配置 第三个就是卖的贵 1.2T的卖13万到15万 而它买1.4B的16万5千8起 顶背要19万6千8 你将天20万买一副层 我觉得是不值 但是别着急 过几个月肯定就有打个会了 第四款 风田亚洲龙 这车也不是上海车展上市的 但也值得聊一聊 这车汽油的20万8千8起 滚动的22万6千8起 真是吓打凯美瑞 炸不打雷克达斯盐S 你要知道 这个亚洲龙 比凯美瑞定位高半级 得一起风田 是真理 广西风田开了车 可能做梦都想不到 打败自己的 是同属异母的兄弟 我说实话 亚洲龙的外端 气场确实多 但任一世 有点老气不浅的精致 配的就属于车是好车 但我不会买的那个心 这就是本次的 值得关注的四款吊车 现在来说看